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杨璐 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 畜牧业的安全生产日益重要 因此在生产当中 养殖人员不但要做好基础设施和饲料配置工作 还要认真地做好疾病防治工作 我们都知道在续勤的疾病防治上 如果用药不合理 不但可能延误了治疗时机 使动物病情加重 甚至是中毒死亡 还会导致药物残留问题 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就是要科学的使用受药 科学的使用指的就是 在了解药物和疾病的基础上 保障动物疾病的有效预防和治疗 还要保障动物安全 以及人食用后的健康 做好选购工作 是我们科学合理用药的基础 购买和使用药品的人 首先应选用国家允许使用的药物 对于禁用受药不进行购买 禁用受药主要包括 兴奋剂类 性激素类 消极肤难类 催眠镇静类等21个种类 具体的请详细阅读 国家受药禁用清单 购药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到持有畜牧部门合法的 受药经营许可证 和工商部门合法的 营业执照的正规经营企业购买 2. 受药的包装、标签及说明书 必须齐全 上面要注明受药批准文号 注册商标 生产厂家 厂纸 生产日期等一些相关标识 3. 注意药物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 不要购买和使用过期的药品 使用受药的单位 要由专人对药品进行管理 操作人员必须是专业人员 或者经过严格培训才可上岗 使用药物必须做好用药记录 用药记录是指 由受药使用者记录的 关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疾病 所使用的受药名称、剂量、用法、 产品批号、操作人员等的书面材料 每次临床用药一定要做好记录 以便将来出现问题有据可查 用药时根据动物个体的差异情况 有针对性的选择药物 可以达到药瓣功倍的效果 多数药物对各种动物都能产生类似的作用 但由于各种动物的身体结构、生理机能 以及服药后反应的不同 对同一药物的反应也存在一定差异 多数表现为药品剂量的差异 例如牛对二甲本案栽作比较敏感 剂量小的情况下 就可以起到肌肉松弛以及镇静的作用 而使用相同的剂量 对猪则达不到理想的肌肉松弛镇静效果 再比如 九十酸梯甲能引起猪呕吐 但对牛的反除反而起到促进作用 通常情况下 夹禽对利特灵、奎乙醇、低百虫等药物敏感 牛对寒拱剂比较敏感 这些情况在应用中必须注意 一般来说 幼龄、老龄动物对药物的敏感性较高 估使用时用量要适当减少 雌性动物比雄性动物对药物的敏感性较高 尤其是准备怀孕或者怀孕期的雌性动物 必须考虑实际情况 可能引起流产、早产和不孕的药物 例如蟹药、利尿药、子宫兴奋药 及其他刺激性强的药物 应尽量避免使用 因此在雌性动物妊娠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 要减少用量或者不进行用药 为了提高疗效或治疗不同的并发症 常需同时或短时间内 先后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 称为配物 而药物间会产生相互作用 有可能使药效增强或不良反应减轻 也有可能使药效降低甚至消失 再或者出现不应有的不良反应 如何进行使药物间合理的搭配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我们可利用有利的一面 来增强一些药物的作用 提高疗效 例如黄岸药与增效剂连用 抗菌效能可增强数倍至几十倍 而有些药物是不能一起使用的 它们会因相互作用而出现物理化学变化 导致药效降低或失效 甚至引起毒性反应 这些称为理化性配物禁忌 通常情况下 酸性药物和碱性药物会发生中和反应 不能一起使用 含钙铁铁铁的药物 如果与四环素一起使用 就会降低四环素的吸收和作用 俗话说 试药三分毒 我们在使用受药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 用药时要根据动物的疾病和生理情况 选择恰当的用药方法 用药时要做到少而经 安全有效 避免盲目配合使用 不正确的给药方法 使动物使用受药产生不良后果 是最主要的因素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两种科学的给药方式 如果是单个动物发病 就要进行个体给药 个体给药是对动物进行一对一给药 多用于动物个体疾病的预防和发病后的治疗 主要有经口投药法 注射给药法两种方法 经口投药法 是将药液或药片直接灌入或者放入动物口腔的一种方式 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此方法操作简便 用药剂量准确 但是药效出现迟缓 如果个体过多 费时费力 下面以牛为例 讲解一下操作要点 给牛灌药时将牛固定 用手从牛嘴的后部插入 使牛嘴打开 从口角处将药液或者药片灌入口腔内 每次灌入的药液被吞咽后 接着再灌 如动物发生剧烈咳嗽 应立即停止灌药 使它的头部低下 将药液咳出 防止呛肺 经口头药法受到动物胃肠道的影响 一般在四前给药 而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应在四后未服 注射给药法 主要有皮下注射 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三种方式 也是常用的给药方法 注射给药法 操作简便 脊梁准确 药效发挥迅速 皮下注射是在皮表以下注射药物 而肌肉注射深度应达到肌肉内 静脉注射法是对动物的静脉 直接进行给药的方法 对于危重病例的急救 或者注射某些刺激性较强的药物 多使用静脉注射法 下面以牛和鸡的肌内注射为例 讲解一下注射给药法 牛进行注射时应固定好牛 注射部位进行酒精或者点酒消毒 针头与牛身体乘30到45度角磁入 使针头的三分之二进入牛体内 紧接着把注射器插到针头上 将药液推入 注射完毕后 再对注射部位消毒一次 鸡在鸡内注射时 针头方向应于胸骨大致平行 针头不能太深 以免药物注入体腔或肝脏 以肌的大小来确定查入深度 一般为1到2厘米 群体给药法是对一些数量较多的动物 进行同一时间给药的方式 多用于动物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或者添加剂的使用上 主要有消毒、混水给药 以及混料给药三种方法 定期对动物和动物的卷射进行消毒 可以杀灭空气中和动物体表的病原体 减少发病的可能性 消毒时通常选择毒性较低 杀菌性广、刺激性小、低残留的消毒剂 或者在某一种病原体高发的阶段 选择针对性强的消毒剂 下面以激射的消毒为例 一般选用百毒沙 对称800到1000倍印 使用专业的喷雾器进行喷雾 喷洒量每立方米0.2到0.25升 在炎夏季节每天进行一到两次 春秋季节每三到五天一次 冬季每周一次 养殖场常采用混水给药的方法 进行预防或者治疗 它是将药物溶于水中 让动物自由饮用的一种方式 首先要注意 混水给药的浓度 浓度适宜 才可保证疗效 我们常用的配置工事是 药品含量除以预配置浓度 等于应加水量 再根据应加水量和动物24小时饮水量 计算出药品的用量 操作时 禁止在流水中给药 以避免药液浓度不均匀 发生动物中毒 一般情况下 用动物24小时饮水量三分之二的水 将药品加入 任动物自由饮用 药液饮用完毕后 再给另外三分之一的新鲜饮水 如果所用药物在水中的稳定性差 可采用口渴服药法 对动物停止供水两个小时 然后以24小时饮水量的五分之一 加药供饮 是他们在短时间内饮完 群体给药除了消毒和混水给药 还有一种混料给药法 混料给药就是将药物均匀地 混入动物的饲料当中 让动物采食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 投喂一些预防疾病的药品 以及添加剂的投喂 混料给药与混水给药 最重要的差别 就是使用时浓度的差别 一般情况下 药物混料给药浓度是混水给药浓度的两倍 混料给药是将药物均匀地混入动物饲料中 供动物采食的方法 特别适用于一些长期进行投喂的药品 例如的酱用性 例如添加剂和预防药品 混料投药与混水投药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使用浓度 一般情况下 药物混料给药浓度 为混水给药浓度的两倍 应注意的是 药物与饲料必须混合均匀 先将药物加入五十分之一的饲料中 搅拌均匀 再与四十分之一的饲料混合 以此类推 直至与全部饲料混匀 再进行饲料投胃 动物用药时 一定要根据触勤的病情缓急 药效的快慢 和强弱 以及动物对药物吸收的速度 来确定用药的方法 不同的给药途径 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速度 决定着药物作用出现的快慢 药效维持时间长短和强弱 有时还会引起药物作用性质的改变 例如硫酸酶口服 可使动物制泄 而静脉注射则产生中枢神经抑制作用 又如新酶素内服可以治疗细菌性肠炎 肌肉注射给药时 对动物肾脏毒性很大 严重者引起死亡 不可以注射给药 一般情况下 对于禽类 由于数量大 能口服的药物最好随私料给药 而不做肌肉注射 不仅方便审攻 而且还可减少因大面积捕抓 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 对于猪 牛等大家处 采用肌肉或静脉注射给药 方便 可靠 快捷 受药的剂量 是科学合理使用受药的关键因素 用药时要做到安全有效 就必须严格按照药物使用说明书上的剂量范围进行使用 用药量过小 不产生任何效应 在一定范围内 剂量越大 作用越强 但用量过大 则会引起中毒 甚至死亡 用药量要准确 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次数用药 任何药物在进入动物机体后 达到并维持一定的药物浓度 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 无论是哪种药物 都不可随意加大用量 例如 马肚酶素 用于预防肌球虫病时 每千克饲料中 添加用量为4-6毫克 当用量加大至9毫克时 就会影响鸡的增重 达到15毫克以上时 会出现肌群中毒 甚至发生死亡 疗程指的是 大多数药物都要连续或间歇性的 反复用药的时间 必须按说明书上的疗程 进行使用 有些人会错误地认为 大剂量 多品种下药 效果好 疗程短 这是不对的 一般而言 解热药 阵痛药等 一旦症状缓解或改善 可停止使用 或进一步做对症治疗 而对动物感染性疾病 如细菌性利剂 或酶型体性传染病 治疗一定要彻底 一定要杀灭入侵的病原体 如果疗程不足 或是症状改善时 停止用药 一是 易导致病原体产生耐药性 二是 疾病易复发 治疗中不能随意更换药物 用药时间过短 起不到彻底杀灭病菌的作用 通常药物 以三到五天为一个疗程 一个或者几个疗程结束以后 没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 才进行换药 对于一些有毒副作用的药物 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 很多续勤养殖户 在用药当中发现 给药浓度要比常规的剂量高出许多 才能够有效 这是由于长期使用单一的药物 会使病原微生物或者寄生虫 产生了抗药性 因此呢 对一些动物的同一种疾病 应该以不同品种的药物 交换使用来防治 这个就是轮换用药 轮换用药的前提 是可以轮换用药的疾病 才能进行轮换用药 通常细菌病和寄生虫病可以轮换用药 而病毒病就没有办法轮换用药 另外作用不同的药物一定不能轮换用药 轮换所用的药物作用必须相同 例如清大酮素和新酮素 在治疗机大肠感军病时作用基本相同 所以 就可以进行轮换用药 合理的停药 也是科学合理用药的组成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 药物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 就应该及时停药 例如感冒表现咳嗽 发热 流涕时所服用的药物 一般仅能治标 即消除或减轻症状 但不能治本 最终还是要靠动物自身抵抗力 才能消灭感冒病毒 因此 这一类药物在症状减轻后 便可停止用药了 有些疾病无法根治 使用药物治疗 只能减轻症状 一旦停药 又会复发 这就要求我们 采取逐渐减量停药 或定期间断停药的方法 无不良反应时 再彻底停药 在养殖业中 药物在产生有益作用的同时 往往也会在动物性食品中 产生药物残留 药物残留是指 动物应用受药后 药物的代谢物或残留物 存留在动物的组织 细胞 器官或可食性产品中的现象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 对于食品动物的抗生素 合成抗菌药 抗寄生虫药 激素等 规定了最高残留限量 除了相关部门做好检查 以及在生产中适当减少受药的使用率外 必须严格遵守 关于修药器的规定 修药器 也称停药器 是指允许屠宰处秦及其产品 允许上市前的停药时间 期间 动物体内残留的药物或化学物质 会逐渐消除 修药器的长短是根据动物种类 药物种类 制剂类型 给药途径等不同 而存在差异 例如 使用异维菌素驱虫 修药器至少牛应达到28天 羊8天 猪5天之后 才能屠宰上市 使用莫能菌苏钠修药器5天 氮基产氮期 及奶牛秘乳期禁用等 在使用有修药器的修药时 要严格实行修药器 尽量减少动物产品 受药残留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吃上安全放心的动物产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受药点和农业部颁发的 受药质量标准中 对受药和饲料药物剂的 修药器都有明确的规定 大家可以对照参考 药物如果保存不当 就会使药品失效或者是变质 进而不能够使用 所以受药在注存的时候 一般要放在 闭光干燥的封闭容器内 而且要保持常温 或者是低温的状态 还需要定期的消毒 做到专人管理 还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的受药还应该采取 不同的注存和保管方法 科学安全高效的使用受药 不但能够及时的预防 和治疗动物疾病 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而且对积极控制和减少 药物残留 提高动物产品品质 生产出安全的绿色食品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了节目到这里 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 栏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文家乐频道 好了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请您订阅一下 您的支持 请您订阅一下